量仔 你是不是总找不准角度球的瞄准点 趴下去头脑空白 总是打不进球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假想球的瞄准法 假想球的感觉 什么是假想球呢 就是想象出来的白球 当白球接触目标球时 两颗球心的连线就是目标球的运动方向 假想球向左 目标球就会打到右边 假想球向右 目标球就会打到左边 所以当假想球和目标球球心 指向带口的最佳进球点时 才能够将球打进 新手在判断假想球未知识 需要注意两个维度 第一 连线 首先先找到带口最佳下球点 这个知识点我结尾的时候会讲到 接着再与球心进行连线 同时感知这条进球线的体积宽度 第二 顺着这个体积宽度 向后复制一颗球的大小 这两步其实都不难 难就难在 这颗假想球要向后多少呢 到这里可以吗 明显不对吗 两颗球都没有接触上 那这里呢 也不行 需要再向后移一点 所以新手在初期训练时 可以先拿一颗真实的球放上去 人在站在白球的正后方 去感受假想球该向后多少距离 此时的这条路径 就是最佳的进球线路了 只要将球杆放到这条线上 就能将球打进 接着再训练各种不同角度 直到大部分角度球 都非常熟悉假想球的位置后 你会发现 基本上就不需要假想球了 它球心所在的位置 就会直接变成一个 实实在在的点 这样你出竿时 就会更加具有目标感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最佳下球点 对于像这种正对带口的球 球带中心就是最佳下球点 因为即使你偏左一点 或偏右一点 都能进目标球 如果中带的角度比较大 最佳下球点 就是这个带角 因为此时 如果先接触到左边的带角 是打不进的 对于贴户球或者半贴户球 也是一样的道理 需要瞄准这边的带角去打 才能比较容易进球 量宅 你记到了吗 下课